好 亲爱的高同学 让我们马不停息继续Lesson 5 OK? No wrong numbers 没有错误的数字 你可能翻译成中文说没有什么错误之余是吧 这个翻译太文绍绍了 我都无法理解它余是什么意思了 好吧 下面时间我们继续看一下 为什么说不会有错的数字呢 我们看一下这件文章 OK 大家听得怎么样 我们来检测一下大家填空的问题 我们再来听一次 其实你也看到了中文空是非常少的 因为很多单词都重复了 但是呢 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 每一次那个单词重复的时候 其实我的空白是第一个空白 也就是说你在第一个空白要把握那个词 虽然你从后面也能看到答案 但是第一个捕捉是很重要的 好 下面时间我们来听一下 Lesson 5 No wrong numbers First listen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does no wrong numbers mean? Mr.James Scott has a garage in Silbury And now he has just bought another garage in Pinhurst Pinhurst is only 5 miles from Silbury But Mr.Scott cannot get a telephone for his new garage So he has just bought well pigeons Yesterday a pigeon carried the first message From Pinhurst to Silbury The bird covered the distance in 3 minutes Up to now Mr.Scott has sent a great many requests For spare parts and other urgent messages From one garage to the other In this way he has begun his own private telephone service OK 这些空填出来了吗 特别是有一些 特别的有一个句子是非常长的 那个单词的意思 你真的懂了吗 就是我们最后一个空 那个单词是非常长的 而且有很多的生词 好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说他这个不会有这个 No wrong numbers 不会有这个错误的数字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句话 Mr.James Scott has a garage 或是 garage 大家注意一下 A嫂子在读这个单词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他的读音是很多的 在英式英文里面呢 你看他的音标注的是 Garage Garage中英文是在第一个音节 而在美式英文中呢 我读的是 garage 或者是 garage 它是有两种读音的 也就是说 garage 或者是 garage 都是可以的 大家听到这个原文中 这个美英朗读的时候 读的是 garage 是 garage 是 garage 还是 garage 来着 都可以 很 garage 注意一下 当然这个 如果你学英式和美式 这个地方最好做出一个区分 听清楚了吗 做出一个区分会比较好 OK Mr.James Scott has a garage in Silbury 她在这个 Silbury 有一个 garage 当然有没有发现 她的时代是一般 现在是 因为她拥有 就是一种 现在的状况 所以 has a garage All right And now She has just bought another garage in Pinhurst 后面的句型 你觉得你是不是非常熟练了 He has just done something 看妙了 Just又是使用线丸 another小学都讲过 应该是初中 刚开始 就是说 the other another 这种区别 你应该知道了吧 garage 是表示前面的意思 讲过了 就是我们的修车厂的意思 好 在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 除了你首先要注意这句话里面 需要你重视的单词 就是单词 garage 它的发音是第一位置的 你必须要了解它的发音位置 发音的问题 第二个呢 你必须了解它的词意 这个单词除了表示修车厂 它还可以表示你家的车库 就是它也可以表示车库 一般情况下在美国像这种house 就是独门独户的房子 叫house 那这种房子 还会有一个私人的 private garage 对吧 有一个私人的车库 当然你在小区的话 你会发现都是公共车库了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停车场 对吧 好 所以我们的梦想就是 需要有一个 每个人都想住别墅 是吧 那个最舒服了 好 下面世界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单词garage 能够告诉我们什么知识 首先第一个 叫vehicle maintenance and repair 这个词看起来比较生疏 你可以把单词vehicle 换成car 因为vehicle 只是所有的交通车辆 叫vehicle 所以我们要使用汽车 我们可以使用单词car car maintenance maintainness 来自于动词maintain maintain你可能认识的 是比较维护主张的意思 维修的意思 所以car maintenance 就是车子的一种 就是保养 维护保养 and repair 就是修理 所以这就是汽车的保养和维修 叫car maintenance and repair 好 第三词mechanics 这个词啊 高考的时候 有一次经历考试 前空 你考到他 很多团都写不出来 mechanics 注意他的注意位置是mechanics 气修工的意思 气修工的意思 大家以后会学到 这个mach 这个前面的东西 都是表示一种机械的 比如说mechanical mechanism 它都跟机械有关 这种机械呢 既可以表示真正的机械 也可以表示一种抽象的 机械的呆笨的那种意思 这个暂时了解一下吧 注意单词mechanics 是表示气修工 或者是大家所说的技工 都是可以的 这种单词修理汽车的 叫mechanics 先次叫aut beauty aut是automobile 就是我们的汽车的 另外一种说法 然后beauty aut是表示自己的意思 大家可能学过 那个aut 什么 automation 是office automation 就是办公室自动化 是吧 automation 那个单词 就是aut自动的 automobile mobile是移动 自己可以移动的 就是汽车 aut beauty 就是汽车美容 还有个名 car decoration 汽车装潢 decorate 装饰装潢 你认识的吧 car decoration 这个词也应该了解一下 car wash 大家看过breaking bad 没有 breaking bad 就是那个绝命毒师 他们为了洗钱 最后他们开了一家car wash 开了一家car wash 一种洗车场 行了一个洗车场 car park 停车场 就是parking lot 也是停车场 所以这几个短语 一定要认识 car wash 像你走到洗车场旁边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car wash car park car park 是停车场 parking lot 也是停车场 lot 是一块原地 一块地方叫parking lot 好 这是我们在第一个句子中 给大家所呈现的一个知识 其实都是跟汽车的一些 表述有关 大家应该认识 希望大家能够把音色和美食 这个单词的发音 garage 或者garage 音色是garage 发音变化特别的大 alright 我们看一下下一张DVT 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Pinghurst is only 5 miles from Silbury but Mr. Scott cannot get a telephone for his new garage 虽然Pinghurst 怎么样 距离这个Silbury 只有5英里这么远 但是那Scott先生呢 怎么样 cannot 但你们发现 他并没有使用can't 在书面话语言中 其实我们使用的是 cannot比较多 但是有的同学呢 会把cannot分开 记住cannot是不可以分开的 在英文的正确的表述中 cannot是长在一起的 如果你想使用分开 你只能使用一撇的缩写形式 cannot 使用表输方式 所以注意这个点 很多人写养思考试的时候 写的都错了 get a telephone 为他的新的修设厂 安装一个电话 这里的get不是表示买 它只是表示安装的意思 对吧 你安装不了电话 可能是线路不方便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剧行中 首先必须学会一个最基本剧行 叫做离什么有多远的距离 这是一个非常固定的剧行 叫 is only多少多少英里 from 对吧 结束这个地方中间 既可以说5 miles 什么3 kilometers 这种 kilometers 这种表述方式都是ok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 the bus station is only 5 minutes walk from my home 从我家步行到 bus station 只需要5 minutes 看一下中间是可以替换的 只要是一个时间 只要是一种距离的一种表述方式 都是ok的 这个地方要注意使用from这个词组 表示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 from my home 在英文中有一首歌的名字叫 Far away from home 你们听过吗 你们可以去听一下挺好听的 Far away from home 比较远离家乡的吧 这里面有个小问题 就是你会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far away from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far from这个地方 就是说far away from和far from 有什么区别呢 记住 在英文中呢 其实far away from和far from 意思并没有很多的区别 意思是一样的 真的是一样的 但如果你要加from的时候 一定要加一个名词 在后面做宾语 但如果有的时候 我可以说这个地方离得非常远 你可以说 It's far far away It's far away 这是可以的 但你不能说 It's far from 加from后面就要加东西了 这个点了解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这个单词get这个位置 get呢 我们刚才讲过 它不是买 它是install的意思 是指安装 install 一定要认识它 其实在新年龄一测的时候就讲过了 讲什么呢 新年龄一测有时候买 买那个房子的时候 you are a millionaire 你以为你是一个百分富翁 是吧 但millionaire怎么样 don't buy things in 这个instorments on instruments 并不会分期付款 所以instorments 在后面叫m-e-n-t 分期付款的意思 install本身是安装的意思 好 在英文中还有叫get a raise get a raise 什么意思呢 加新的意思 raise 增加薪水叫get a raise ok 好下面看一下把这个单词telephone给大家讲解一下 telephone 我们的固定电话叫telephone cellphone是手机 mobile phone移动电话其实都一个意思了 其实你是查cellphone还可以比较大个大呢 对吧 好 这个是在这句话中 基本上我们只要描述一个一个地方 离这个地方有多远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其他的不是特别重点 get something for 我那个都很简单 比如get a hammer for me 为我拿一个什么东西 get的用法是非常fun的 好的 但是他无法安装电话 最后他怎么办呢 想了一个点子 so he just bought 12 pigeons 同学们 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又是一个just 所以你对于事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2 pigeons买了12只鸽子 在这个地方必须给大家讲解一下单词pigeon 这个词是表示鸽子 但是英文中表示鸽子的单词是有两个单词 可能还有更多 一个单词叫pigeon 一个单词叫dove 老师说 老师 dove不是咱们叫啥来的 就是叫得福 好像得福的英文翻译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东西它在这里的意思指的是 指的是鸽子 问题很严重 是吧 不一样了 鸽子 叫dove ok dove 但美式翻译写的是dove dove 美音是dove 美音是dove 好 不管是怎么读的了 现在的问题是 这两个单词都可以表示鸽子 那有什么区别呢 对不对 有什么区别呢 ok 我们来看一下dove这个区别 dove pigeon pigeon一般指的是经过驯养的鸽子 是指体型一般比较大的 通过驯养的鸽子 他们有的时候颜色 有的时候会说灰色 不一定是白色的 一般就是说家养的体型比较大的 通过驯养的这种鸽子 叫做pigeon 但是dove 它是指的是野生的那种体型一般比较小 但是它一般的是白色的 所以它经常用在文学和这个诗人中的这个诗歌中 我们经常说和平歌和平歌 写的是dove of peace 我们并不是使用pigeon 是用dove of peace 和平歌的意思 然后你看我们使用性歌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是carrier pigeon 大家去查这两回查到homing pigeon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使用的是pigeon 因为它是通过驯养 好吧同学们 这个点讲解应该是很清楚了 下面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歌子来代表和平 doves stand for peace stand for peace 单词stand for表示象征的意思 也可以换成a symbol of a symbol of peace 据说什么什么东西 is a symbol of something 是什么什么的象征 也可以在写作的时候 使用它的动词 symbolize这个词组 据说像后面两个 都是写作中非常常见的短语 大家可以使用的 好吧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一句话 pigeon鸽子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 那个斑酒长得也很像鸽子 斑酒到底属于什么东西呢 好吧你们有没有吃过斑酒 以前小的时候我还吃过 还记得挺美味的是吧 好了现在应该说 山里面还是很多的 来 yesterday a pigeon carried the first message from Pinhurst to Silbury 昨天一个鸽子 carried鞋带的意思 carried the first message 鞋带的第一份讯息 from Pinhurst to Silbury 这个句子中呢 只有一个单词carry 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 生词算吗 carry是表示鞋带 这是最简单的意思 大家都懂的 我们给大家讲两个 稍微难度一点的词汇 第一个叫做carry out carry out 就是产生一种原因的联读 carry out carry out 意思指的是 施施一个方案 carry out the plan carry out a policy 对吧这是carry out 它是一个施施的意思 执行施施的意思 开始施施 carry on 也是产生联读的 carry on carry on carry on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 继续下去的意思 it has to carry on it can't stop 没法不能够停止 it has to carry on 需要继续持续下去 所以注意一下 持续下去就是carry on 好 还有但是message 其实这个词应该说 之前都讲过了 can I leave a message to him 就是说 leave a message 是表示自己留一个口信 自己留一个口信 take a message 是带一个口信 同学们有没有理解 什么叫自己留口信 和稍口信的区别 应该没有问题 中文没有问题 这就能理解了 是吧 我们注意一下 英文的表示方式 can I leave a message to him can I leave a message to him 我能够给他留一个口信吗 can you take a message for me 你能给我稍口信吗 can you take a message for me can you take a message for me 听懂了吗 it's urgent 这个很紧急 所以我需要你立刻告诉他 it's urgent urgent一个单词 我们后面还有讲解 对吧 表示紧急的 现在给我记住了 好不好 it's urgent ok send a message to send a text message to 短信息可以使用message 或者text都可以 send a text message to him 给他发个短信息吧 ok 这两个单词给大家讲解 就可以了 carry a message 你学会了吗 那这个句子我们来看一下 the bird covered the distance in three minutes 注意读的时候 注意单词 distance 产生酌化 这个t不要叫distance distance in three minutes up to now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句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 叫cover the distance cover the distance 表示行走完多远的路程 叫cover the distance of 好 这个点很重要 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讲讲cover这个单词 cover呢 在文章中这个意思指的是行走多远的路 看完了多少的书都是用cover这个单词 我这个意思呢 我个人觉得你应该一定要掌握它 因为你如果是参加印试的话 考这个单词这个意思很独特 我觉得有必要掌握它 明白吗 好 第二个我们看下cover在英文中呢 含义是非常多的 A早是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最为常见的用法 第一个cover ten miles 就是行走了十英里路 这是表示一个行走多少远多远的距离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用法 第二个cover me 什么意思呢 you go first cover me I will cover you 意思指的是我来掩护你 所以在打游戏的时候 经常有cover me watch my back 意思是一样的 表示掩护我 好 还有几个单词呢 像英文中我们会说 cover girl 见过吗 cover girl 封面女郎 cover girl 叫封面女郎 就是cover是表示一个书的封面 所以单词 hard cover hard cover 什么意思呢 硬的封面 所以被称之为金装本 它的另外一种表示方式 可以叫做hot paper 叫做hot bag 其实hot paper 是hot bag 给忘了 大家可以查一下吧 就是hard是加paper 加bag 应该是hot paper 表示金装本 paper bag 是简装本 瓶装本 直至一般 cover girl 封面女郎 from cover to cover 从封面的开始 到封面的结束 叫从头至尾 在英文中 从头至尾可以说 from cover to cover from a to z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对吧 这意思都是一样 所以这个表述 大家可以学会 下面看一下 cover是表示覆盖 覆盖 掩盖的意思 discover 表示发现 discover名词 发现 这个说是表示掩盖了 下面一个 cover an event cover an event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报道一个事件 所以你会发现 单词报道 使用单词cover 对不对 使用单词cover 我觉得也是 要求掌握它 好 上面看一下 opt now 还有单词就是 distance 我们再给大家 稍微拓展一下 distance是距离 这个大家都没有问题的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单词呢 我们看一下 它一些固定的 一些使用的表达方式 首先第一个 in the distance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 she gradually disappeared in the distance 它慢慢地消失在远方 in the distance 指的是far away far away 指的是在远处的意思 记住哦 in the distance 下次你说在远处 你想不到词 你就使用单词 in the distance 第二个呢 就是注意一下 keep one's distant from others 大家知道 英国人 其实不只是英国 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你有的时候 跟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会保持一种距离 对不对 所以keep your distance from others 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keep one's distant from others 与其他人保持你的距离 这个呢 还是很重要的 keep from 注意一下哦 distance learning distance learning distance education 指的是远程学习 像大家现在对着电脑 就可以跟着英词老师学习 这就是一个distance learning distance education 往往可能指的是那种 弹寿 对吧 OK along distance call 意思指的是 长途电话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是吧 下面 distance relatives distance relatives distance relatives 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远房的亲戚 distance 远房的 relatives 亲戚 远房亲戚 据说distance可以表示偏远的 所以它distance也可以等于remote 所以distance villages 就等于remote villages 表示的是偏远的小山村 好 up to now 据说在英文中 up to now 可以写成up until now up till now 表示到目前为止 就是它出现的时候 一般都使用现在完成时 就等于so far so far到目前为止 在英文中可以说so far是good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所以注意up to now 用现在完成时 so far up to now 用现在完成时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一个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生词 一个讲解非常的多 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这个第一个 叫miss scott has sent a great many requests for spare parts and other magic messages and other urgent messages from one garage to the other miss scott先生呢已经发发了这个发送了多少个什么呢 a great many 前面刚刚讲过不再重复了 requests requests 请求要求的意思 for request for 就是我这个名词 request for 什么呢 spear parts 这是备用的零部件 and other urgent messages urgent 跟前面刚刚讲过 紧急的一些message 讯息 from one garage to the other 对吧 从一个到另外一个 记住 总共只有两个 所以它使用了the other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需要我们了解的一些单词 首先第一个叫 单词request 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重点 request 是表示请求的意思 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你看 QEST 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单词是 question 问题 所以是一种疑问 一种疑问 一次就是一种 一种问嘛 就一次又一次的问 所以是一种请求 so as somebody's request 就是应模人的请求或者要求 as somebody's request 应模人的这个要求 as somebody's invitation 应模人的邀请 就是这里面的都使用了借词at 应模人的要求该怎么说呢 as somebody's request 怎么怎么样 OK 第二个 make request for 就是这里面的单词request 使用的是名词 什么使用 make request for 做出什么什么的请求 make request for help immediately for urgent 什么什么 就是 immediate help 直接的这种帮助 所以你看 make request for something 直接要请求 要什么什么东西 做出这样的一个请求 它如果作为动词 后面就不要加for 直接说 request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request something 直接是表示 请求要什么什么东西的意思 所以不需要再加for 就是说它名词再加for 动词不加 第二个 我们看到单词spear 在游文中这个单词spear 表示备用的 在英文中spear 它就可以表示多余的 备用的 控弦的 弦置的 这些意思 你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表示 多余的 多余的这个意思 比如说第一个 a spare wheel wheel是等于tire 就是轮胎的意思 所以一个备用轮胎 叫做a spare wheel 或是a spare tire a spare money 是你多余的钱 就是你的 怎么样 闲钱 叫spare money 你可以翻译成零化钱 都可以 spare money spare time 你的休闲时间 空闲时间 can you spare a few minutes can you spare me a few minutes 这样要写一下 加个me比较好 can you spare me a few minutes 假如说这个人很忙 然后你就跟他 你说 要跟他讲个话 对吧 就是你可以说 can you spare me can you spare me a few minutes spare作为动词 是表示抽出的意思 抽出空闲时间的意思 所以据说 作为动词是 抽出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说 spear a few minutes 第二个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spear me please I won't do it again 大家知道 这个句子经常会在 求饶的时候出现 spear me please I won't do that again 意思指的是 请你宽恕我吧 请你饶了我吧 我不会再那样做了 所以spear 还可以表着宽恕 饶恕的意思 好 这样一讲给大家spear的一些短语吧 包括它的最基本含义 都通过短语给大家表述出来了 还有一些情景和句型 希望大家真正的记录单词spear 不要每次只会一句话 in my free time in my spare time 其实这些用法你都会了吗 in other urgent urgent是紧急的 紧急的 answer 我们再给大家拓展一下 第一个urgent mail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你的邮件里面经常会有个加急的这个标志 其实就是urgent urgent mail 表示加急邮件 就表示加急邮件的意思 那如果你是迫切需要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说be in urgent need of something 在英文中我们需要什么东西 不一定要总是使用need something 我可以说we are in need of something we are in need of something we are in urgent need of something 就是表示我们特别需要的东西 迫切需要 urgent it's a matter of utmost urgency it's a matter of 是一个什么什么的问题 比如说it'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it'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生死攸关的事情 it's a matter of 就是这个短语 it'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it's a matter of urgency 这是一个紧急的事情 注意了 atmost 最高的 注意一下 在英文中 我们如果想表述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 除了表示用几集的 我们一般会使用这个单词 叫priority 平率非常的高 p-i-r-o-r 其实指的是before 在之前的意思 所以最放在最前面的事情 是你要最做的事情 the top priority is to 怎么怎么样 我们的首先最紧要的事情 是要去干嘛干嘛 据说这个句型在美剧中频率非常高 the top priority is 怎么怎么样 好 这个点都学会了吗 这一张PPT的重点还是蛮多的 下面时间看一下in this way 以这种方式叫in this way 以那种方式叫in that way 记住了 he has begun his own private telephone service 他开始了他独家的这种私人的电话业务 挺有趣 所以电话他号码是不需要拨错的 因为他这个鸽子直接就飞来了 是吧 首先给大家讲讲way的用法 首先大家学的way第一个词 我觉得on the way to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再去什么什么的路上 on the way to school on the way home by the way 意思指的是顺便说一下 我顺便问一下好吗 顺便问一下 by the way 顺便说一下 on the way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同样知道 这个地方写错了 应该写的是in the way 大家帮我改一下 现在我也改不掉了 in the way 这个不是on the way on the way是在路上的 I'm on the way 我在路上 in the way 比如说the chair is in the way move it 什么意思呢 这个椅子挡住路了 你把它给弄一下 移一下 所以in the way意思指的是挡到的意思 挡到的意思 好下面 in the way 就是说这是in a way 在某种意义上 在某种意义上 在某种程度上 叫in the way in the way 注意下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 get out of my way get out of my way get out of my way 这个别挡我的路 赶快给我走掉 get out of my way 那就是给我让开 给我让开的意思 好吧 以前我们说get out of my face 不要让我看到你 是吧 这个意思 好way呢 其实大家如果就查了 它还可以表示一个副词 经常换在形容词之前 其实相当于very的意思 如果你有见到way beyond my imagination 就是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它就是用way 注意一下这个单词 可以表示very 相当于一种程度之深的意思 相当于far 这种意思 好我们看一下 还有单词吗 有单词begin 这个单词begin 它的过去分词是begun 我们都说well begun is half down 大家应该知道了吧 well begun is half down 意思指的是好的开始 是成功的一半 这个句子可以用在写作中 但写作中我们可以更加使用 书面话语言 使用的是 a good beginning is half the battle a good beginning 一个好的开始 is half the battle 是 battle是战争打仗的意思 对吧 你如果开单比较好 打仗就比较顺利了 对吧 就已经赢了一半了 to begin with 写作的时候也会经常讲 首先 除了当年也可以说firstly 意思是一样的 第二个看单是own owm 如果你经常 我们以前使用一个软件 软件的拥有者 这个频道的拥有者 就是称为owner 我们就说成 我们说的就是ow 对吧 ow 就是 表示owner 表示所有者 在后面加er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 mind your own business mind your own business 请管好你自己的事情 这个句子就等于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mind your own business 管好你自己的事好不好 you're on your own 这个句子呢 在每句中平均非常高了 比如说一个爸爸对自己的孩子说 现在爸爸帮不了你了 对不对 you're on your own 后面都得靠你自己了 你现在是 独自一人去承担这些事情了 you're on your own 对吧 你得一个人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句子很常见 大家就说on was on 是表示某人独自的意思 on was on 某人独自的意思 you're on your own you're on your own 意思指的是 你得独自干了 ok I do it I finished it on my own 比如说 I've finished this 本来说我把这个事情 给完成了 on my own 我独自做的 相当于by myself ok 你们看一下 I'm the owner of ACE online school 那我是ACE英语网校的拥有者 我就使用单词owner 看没有 你是什么什么的拥有者 你就使用单词owner 对不对 I speak for myself 这个地方我特别强调一下 I speak for myself 在英文中我们说 代言人 发言人称为spokesman 但是那我们说代言怎么说呢 speak for I speak for myself 我为我自己代言 其实真正为 为伊斯老师这个网校代言的人 不是我自己 而是你们 学员为老师代言 因为很多同学到老师的网店 会发现问题 他们买东西 根本就不问老师了 除非他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 他要知道的话 他直接买东西了 他就直接买课程 为什么 因为你们帮老师代言了 你们在上面做的评论 对吧 他能看得见 所以 You speak for me You speak for my school Right OK I just want to have a bed of my own 比如说 这里是说的词词 of my own 属于某人自己的 这个句子也是有感而发 不是说有这个 特别是你看那个 新年年二次后面有一篇文章 他说的都是没有睡过床睡地板的 所以他的梦想就是 I just want to have a bed of my own 我只是想要有一张自己的床 比如说李子老师也是颠沛流离 经常在这个城市 经常在那个城市 然后经常租来房子 所以有的时候我说 I just want to have a house of my own 这个句子也可以简化一下 就是说 I just want to have my own bed 把on作为一个形容词定语 但是你不能否认 of one's own 属于某人自己的端语也是存在 好 下面我们看单词service service大家知道是服务的意思 so at a service 意思指的是愿意愿意效劳的意思 愿意随意 我愿意问你效劳叫 at your service 听后拆遣 乐意效劳叫at your service service industry 服务业 也是我们的第三产业叫 service industry industry是行业 产业的意思 第三产业叫service industry 在商务英语中 你肯定会遇到这个单词 好的 大家看一下这篇文章 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知识点 都是非常的酷的 而且对于口友来说非常有必要 如果你学好英文 你看这是一个 应该是外国的一些小山村 应该感觉它的建筑风格 都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如果你学好英文 你可以去移民 你可以去国外工作 你可以去留学 总之呢 学好英文生活怎么样 无限可能 好 下面时间我们来做一下听力 lesson five no wrong numbers first listen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does no wrong numbers mean Mr.James Scott has a garage in Silbury and now he has just bought another garage in Pinhurst Pinhurst is only five miles from Silbury but Mr.Scott cannot get a telephone for his new garage so he has just bought well pigeons yesterday a pigeon carried the first message from Pinhurst to Silbury the bird covered the distance in three minutes up to now Mr.Scott has sent a great many requests for spare parts and other urgent messages from one garage to the other in this way he has begun his own private telephone service he has begun his own private telephone service in this way he has begun his own private telephone service he has begun his own private telephone service he has begun his own private telephone service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does no wrong numbers mean Mr.James Scott has a garage in Silbury and now he has just bought another garage in Pinhurst Pinhurst is only five miles from Silbury but Mr.Scott cannot get a telephone for his new garage so he has just bought twelve pigeons yesterday pigean carried the first message from Pinhurst to Silbury the bird covered the distance in three minutes up to now Mr.Scott has sent a great many requests for spare parts and other urgent messages from one garage to the other in this way he has begun his own private telephone service ok 最后一次 one last time lesson five no wrong numbers first listen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does no wrong numbers mean Mr.James Scott has a garage in Silbury and now he has just bought another garage in Pinhurst Pinhurst is only five miles from Silbury Mr.Scott cannot get a telephone for his new garage so he has just bought twelve pigeons yesterday a pigeon carried the first message from Pinhurst to Silbury the bird covered the distance in three minutes up to now Mr.Scott has sent a great many requests for spare parts and other urgent messages from one garage to the other in this way he has begun his own private telephone service ok 好的 这个我们不知道大家听的怎么样 这篇文章呢 你仔细思考一下 这个故事应该是能够记得非常清楚的 那后面的话 需要大家把这个笔记号的消化一下 关于这个笔记的问题 我跟大家讲 你呢应该是打印出来 然后呢 应该是反复的去背诵 如果你有学习伙伴 你可以让他问你这个中文 然后你直接口图表述这个英文 脱口而出是吧 如果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的话 你也可以做这样一个事情 比如说今天一小时这一刻 讲了60个知识点 来我们来考核一下 对吧 然后你也可以给他适当的奖励 对吧 反正总之呢 坚持完了 你会发现在最后的结束的时候 你可能学到了成千 可能是有好几千的这种短语 是吧 其实对你未来的这个口语啊 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不能说一小时能够交完你所有的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啊 那种短语都是可以随意搭配的 所以他们随意搭配之后呢 又会形成很多的短语 你只需要有最基本的短语进行 就是说你必须要拥有最基本的短语和句型 然后才能够再互相的去这个造 如果你不具备这些短语呢 你自己首先脑海中只有单词 那个堆积起来是非常慢的 而且也不地道 对吧 所以为什么别人可以脱口而出 你却不可以 因为别人不是词汇量比你多 而是他的词组句子量比你要庞大 明白了吗 所以单词量 不是决定一个人的真实水平 没有用 有人说老师我的词汇是一万五 我跟你讲嘛 你一万五的人未必有人 原来你的学生只有两千词汇的人好 以前一个大家讲过很多次 国外的一些老太太老先生 他们可能一辈子大概只用一千多个单词 就可以说的 完全可以理解了 你想想多么可怕 你认识多少单词了 但是你为什么还是不会说 你说了说我没有怀疑 我可以告诉你不只是这个 好吧 今天的课程呢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课我们再继续讲解 老师的电脑有没有电了 今天老师也停 这个房子也停电了 非常悲催 好 下一讲再见